特首梁振英多次表明自己在UGL事件上没有失当行为 不过就被揭发干预UGL的委员会 非建制派议员要向梁振英提出弹劾 明知动议会被否决都要提 是为了留下一个历史记录 不过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就认为弹劾是无理据 究竟梁振英收取UGL的巨额酬金这件事 是否符合公职人员的行为标准呢 还有待调查 但是早在2012年由终审法院前首席法官李国能领导的独立检讨委员会 已经建议将防止贵赂条例涵盖在特首 但是到现在都未成事 我们在这个星期初尝试向立法会各大政团查询他们的看法 但是部分建制派的政党就没有表态 特首梁振英卸任在职 仍然面对任内自大宅潜见事件之后第二次被弹劾 蓄以隐瞒 社会期望 特首遵守最严谨的操守准则 弹劾的背后更值得关注的是 怎么才能防止和处理特首潜在的利益冲突呢 弹劾特首议案连续两天讨论了九个钟 非建制派议员批评 梁振英不恰当介入UGL事件专责委员会的调查 民建联的周浩鼎是今次风波的主角之一 他的党友指责非建制派利用议会搞政治斗争 主席 今天是反对派发动赌粮斗争的重头戏 为了要追击梁振英 周浩鼎就成为棋子 反对派当然要连宵带打 打周浩鼎 也想打民建联 我们再看过去一大段的时间内的调查委员会 都是虎头蛇尾的 出来结果公布那天都没人记得 所以只不过是说 最重要的就是你一开始的政治宣传 而这个目标你达到了 在建制派的湖航之下 弹劾议案在分组点票 未能同时取得地区直选 和功能组别议员过半数支持 最终被否决 特首作为公布之首 在防止及处理潜在利益冲突的规管上 公众对他的要求更加严格 2012年 事任特首曾荫权陷入接受富豪款待的丑闻之后 成立独立检讨委员会 全面检视相关的监管制度 委员会发表的报告书建议 防止贵赂条例第三及第八条的适用范围 扩大至特首 即是未经许可收受利益 以属为法 梁振英其后回应 会认真考虑报告建议 在上任之后尽快落实 但至今都没有实行 我们会尽大努力去做 我们向行政署查询修例的进度 厨房回复 有关建议涉及本港政治体制的规定 和特首的宪制地位 需要审慎研究 那些只不过是一些官话耍官腔 特首所动用到的权力 是这么广大 如果他是在条例以外的 我觉得这个 其实对其他公务员都不公道 如果现在不做的话 是政治上考量为居多的意思 特首他是被选举了之后 他的任命都是由中央人民政府 去委任的话 应该如果他的问题 应该要去更加高的层次 我们也去北京拿那个批准 对于政府迟迟未修订防止贵劳条例 我们问过各大政团的立场 非建制派政团都认为 政府应该修例 建制派方面 民建联表示持开放态度 新民党就建议 优法现有行政会议申报制度中 扩大特首的利益申报范围 而自由党、工联会及京民联 在截稿前都没有回应 我觉得用人物宜、二人物用 如果我们一个特首 经过这么严格的挑选 或者是参选过程里面 挑选了出来 然后才再被委任 基本上我们要给他一个很大的信任 我看不到社会大众对于 要将防復条例扩大到包含特首 是一个很大的社会反弹 既然如此 其实我相信立法过程不需要很久 合理来说 我觉得新特首上任之后 一年之内是绝对能够做得到的 在现行政治制度下 坦克特首、关卡重重 只有建立有效的制度去监察和制衡 才可以维护市民对政府 保持廉结奉公的信心 建道的精神 你会很尊重 对你的对手也是很礼貌 我都很希望做到 是能够说你去尊重对手 大家不要向对方 是作出一些人身的攻击 希望成为我初学军 是参赞个人的风格 很久不见 今天真好 来探望 是呀 先探望大家 好 进来 这些照片我也没有保持 是吗 是 我在这里整理 你看这张多年轻 这个是经典的 十几年了 将军系执业律师 早在十几年前 他已经在地区 为街坊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服务 公企的资料 看到来都很可怕 是一大东西的 我当时找张律师 帮忙看看 我都觉得不可惜 其实我付出的不是很多 但对于很多这些 遇到法律问题 很彷徨的市民来说 你是帮他们解决了 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 在任务参与地区服务期间 张国军给民建联招揽入党 由于他是专业人士 入党短短两年 就担任青年民建联的主席 在09年更加以35岁之力 成为当时党内最年轻的副主席 民建联希望年轻人 交换代 打造一个清新的品牌的时候 当时就变成了 我有机会成为 创立青年民建联的主席 中委会 常委会 再一级去到这个副主席 不过他的选举路途 并非一帆封信 03年张国军首次代表 民建联出选区议会 就遇上23条立法风波而败选 其后连续两届的立法会选举 他都只是负责帮马力 和曾玉成拉票 我们在这里是斗志激昂 我们要赢取二席是吗 是 经过12年 埋手党务和地区工作 去年他终于在港岛区 推牌头牌 赢得二席 我现在宣布李慧琼当选 成为内务委员会主席 恭喜 入了议会 张国军贯涉他低调的作风 在建制派佔尽优势的情况下 张国军的党友 都在不同的事务委员会 担任政府主席 唯独他没有加入竞争 作为民间联教育政策 法发言人 张国军很希望能够在任内 推动改革本港的教育制度 他在立法会提出的第一个动议 就是要求政府把初中的中国历史独立成科 并列为必修科 教育政策很大 但是我们没有一个全面去检视 如何去推动政策的改革 所以我很希望来近几年 就着教育政策不同的项目 例如专常学位 或者幼稚园 Hot Jack Face 承担一些研究的小组 全面去造成我教育的手势 回到家 将国军暂时放下种种的政治争拗 他深信做到和而不同 才会令年轻一代生活在更美好的香港 过去的十年八载 我们香港社会的分歧是大 甚至有些人说是叫撕裂 我不希望见到我两个女儿和她身边的朋友 会因为大家有不同的政见 会因为这样是会排斥别人 我很希望是能够大家互相尊重 这是我希望见到回来的香港 自从民进党蔡英文执政之后 两岸关系转吹冰冷 香港政府在处理涉及两岸的事情上 经常被人感觉是步步为营 就好像去年一出舞台剧 康民主将长刊上面 国立台北艺术大学的国立两个字删走 上个星期又在一个历史展览上面 将旧报纸原本印有的中华民国年份删走 这种做法到底是政治正确还是自我审查 回归前香港一直扮演两岸中间人的角色 但回归后静冷惊热 早前有电视台在节目将一间台式餐厅里面的 清天白日满地红旗改成为红色旗 去年由康民署印制的舞台剧长刊 将国立台北艺术大学的国立字眼删去 最近康民署更加在展览 将旧报纸上中华民国年份的字抹走 在一个中国前提下 中华民国是否已经成为禁忌 或是官方和民间自我审查变得越来越严重 回归的时候 顾振富先生代表台湾过来公科董先生就任 叶国华是第一任特首董建华的特别顾问 负责政策研究和处理台湾事务 《基本法》没有明文规定关于中华民国国旗的问题 但是叶国华说这是回归过程中 他们要处理的重要课题 我代表特区政府去逐个逐个桥团拜访 申明我们的政策 动之以程 恳请他们两届特区政府 在回归后有这个处境 默契就是室内挂 可以双十的时候 室内就不好了 亲台政治组织民主阵线主席麦叶成 在几日前支联会维园集会外面摆街站 拿出中华民国国旗影响 就被警方劝了 已经有些警方走过来 我们已经想到 居然有个警察来跟我说 说你可不可以不要复旗一下 影响交通 这里已经成为一个行人通道了 我觉得这完全满意 趁台团体神州青年服务社表示 回归之后 他们想租用政府场地很困难 几年前 他们申请在屋邨搞图片展览被拒 后来借用街坊扶累会名义申请就获批 不过当场地管理人知道他们有份用之后 就开出条件 不可以有中华民国国旗实物在现场 他们被逼妥业 都没办法你现在活在香港这个环境 你想去租一个地方去做一样这样的事 而他一早已经给你开出一个这样的条件的话 你而不配合去搞破坏 你只会来越少地方租场给你 有亲台人士觉得限制越来越多 不过在回归前 已经由香港回大陆做生意的台商 就认为情况不算太坏 目前来讲 香港还是维持它的现有的制度 譬如说它可以选举 譬如说它言论的自由 譬如说资金的自由的进出 这是不一样的 这跟大陆是不一样的 譬如说在香港 你这个大数据 你这个上网 都很自由方便 但是你去大陆的时候 这就受到限制了 不过 他对于香港近年 疑似去中华民国化的做法 就不认同 今天不管怎么样 中华民国是个字 它还是事实 还是存在在全世界 很多人跟中华民国往来 也许他可以说 说不认知 但是他还是知道 不应该这样 不要政治化 人性一点 如果你按照自然来处理 很多东西就会模糊多 如果你很多东西 太刻意去刁铁 太刻意去计算 那越算就越紧了 我们到过康民处展览场地 发觉有关展版已经移走 至于新展版 会不会有中华民国年份的字据 康民处回复说 正进行设计和制作 会尽快更正强调之前做法不恰当 但完全没有政治考虑 不过墨叶成认为 事件只是冰山一角 在2012年的时候 就是中华台北来香港 广播的投赏比赛 那我们这些同学 去拿一支国旗出来 中华民国国旗 就是做一个大器 这些是体育交流来的嘛 那康民处 我们马上走来干预 我们向政制及内地事务局查询 政府部门 有没有守则处理中华民国的问题 他们回复说 政策局和部门 会在确守一个中国的原则下 各自因应部门的运作需要 处理港台事务 最近 洪流逆手给内地商人 打算拆射重建 墨叶成希望能够合资 买回那里的中山公园 借以保存中华民国 在香港的一点象征 过去可以自由出入 现在被人为了望 觉得也很心酸 因为中华民国 那支青叠白旗 洪流一直在飘扬 所以我们希望 我今天有嘉宾是陈建文教授 陈建文教授 欢迎你来的意识来识 今年维园 这九年以来最少 和年轻人有自己的想法 甚至杯葛 这个今年的集会 甚至有些说是轮角的事 为什么会这样呢 其实跟这两年里面 那个所谓本土思潮 那个上阳是有关系的 其实以前香港人 都觉得自己是香港人 是比较多的 只不过现在越来越年轻人觉得 香港人这个身份和中国人这个身份 是矛盾了 他怕你建立了 所以说是民族情怀 这样的话你就建立不到 香港民族的身份了 现在对他来说 当前最重要的问题 是要抵抗中国 抵抗北京 而要走那条路 就要说我们香港是一个独立的民族 甚至有些要说要成为一个独立国家 一方面因为雨伞运动 我想对很多年轻人来说 他觉得 北京告诉他 在一国两制下边是没有民主的 是不会有真普选的 年轻人觉得 我是不会放弃民主 不会放弃普选的 我就会放弃一国两制而已 要争取到有一个独立的主权 才有民主的希望 张德国最近说的也是行政主导 但如果你看看正式香港的政制 是三权分立的 为什么他要经常坚持行政主导 我觉得他们还是很眷恋于香港 80年代之前的香港 就是说当中英谈报的时候 他最喜欢香港的那条模式 就是港督说了事 只有英国可以指挥到他 我觉得是不切实际的 就是现在今时今日发展出来的制度 你特首你想主导 有时候都主导不了 是不是呢 议会里面 你又没有确保到 是你属于你的政党的大多数 在那里执政 就是占议会的多数 很多工作你见到 咸证立法是顶着的 所以其实你要主导都主导不了 我觉得中央其实应该放弃这种幻想 去想想香港其实 你改革到一半 你这样反而是顶死了 你要改革就改革下去 就比香港真的实现普选 这个时候特首普选产生 他才真真正正有威望 他有机会平衡立法会 你那时候想的所谓行政主导 才可以实施得到 他又说到 香港坚守香港的一个两制 港人自港 高度自治 现在来说 怎么叫做高度自治呢 其实就真是失败话事 在政治上面 特别是言论出版自由 你从那个无国界记者的排名里面 我们香港是一路跌一路跌 跌到全球七十几名 中文大学在这十几年里面 都有做一个民调 问到香港人对于一国两制 有没有落实有没有信心呢 2002年之前 是有六十几个百分之人觉得有信心的 现在只剩下二十个百分之人 对于北京的信任 2002年那时候 六十几个百分之人 现在又剩下二十个百分之人 所以你问了 高度自治 一国两制 你不要问政府 你都不需要看什么国际评级 你问香港人 香港人就觉得 其实跌得很厉害 离开2047到30年了 你认为 或者你期望 到底香港的管治 是有效的 还是看来越来越差 香港很多问题 已经去到制度的问题 有关普选的问题 你不能够 真的在市民里面 取得授权 你哪个做特首都好 你怎么处理 你立法会 如何处理公民社会的反对等等 它没有这样的所谓的 营兽性 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所以很多东西 其实是由中央干预 也加上制度改革不了 是会顶住 所以未来其实是有 很多的麻烦在书 香港未来怎么维持 这两制真的靠两东西 第一 我们一定要维持 自造国际金融中心 现在它还是看我们香港 帮助国内里面 很多国企融资 甚至很多是 下面的钱通过 上市 表面上市 下面很多钱都是经过香港 流回 走资 作为这个金融中心 是令到它不觉得香港 是完全可以扔走它 第二就是我们的公民社会 香港人一定要是 看到我们的权利受损的时候 然而站出来 向全世界说 我们不能接受的 某些事情发生 譬如同楼华才是什么 我们要普选 我们就要说出来 我觉得只有这样 在经济上保持国际金融中心 在政治上来说 公民社会继续发声 这样的话 我们才能顶得住 谢谢你今天接受我的访问 谢谢飞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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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声